昨天巴赫木特方向再次遇到险情 这是继去年12月份 今年1月份以来第三次危机了 前两次危机都发生在市区里 而这次危机比较特殊 是发生在市区外 从这三次危机你也能看出乌军的进步 从市区防线被蟑螂战术冲垮 到能守住市区反推市交 到现在俄国人只能绕开市区 去截断南北公路 在昨天俄军西北部突然驾进 然后查斯沃的桥被炸坏了 瓦格纳利用这个机会制造舆论攻势 鼓吹要包围巴赫木特了 一时间各路媒体纷纷转载 呼声很高的说法是乌军要撤了 大雄看到这当时就乐了 哪就撤呀 乌军方称被炸的桥梁就是为了转移平民 军队压根不靠那条补给舰 而且看地图也知道 离包围远着呢 就算真包围 你真当乌军没援兵吗 所以瓦格纳完成包围是谎言 乌军要撤退也是谎言 不过一批乌军部队到了该换防的时候了 所以该休整休整 可是不止有人出还有人进了 希尔斯基昨天进入了巴赫木特 然后乌军进行了小幅反攻 目前战线还是老样子 甚至乌军有了反推俄军的架势 注意 城东反攻中夺取的土地已经放弃 现在在市区集中力量 外媒认为未来乌军会撤出巴赫木特 下面说说大雄的看法 大雄认为乌军会撤离 但不会是现在 至少还要拖上几天 看到这个战线图你就知道 巴赫木特乌军要想面面俱到得多少守军了 目前俄军城外南北控制区的面积比城居还大 而且这个战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目前巴赫木特的瓦格纳连 老兵带新兵不下2万 配合的卢顿民兵和俄军加起来不下5万 两个月战死至少2万 而乌军守军加起来大概2万多人左右 要想防守的面面俱到至少还要5个旅的兵力 但乌军拒绝因为顿内茨克战场 斯瓦托克里米纳战场乌军还需要偷大量兵力 大雄认为为了战斗机和保证反攻 乌军不会把缺失的5个旅派过来 一旦觉得守不住乌军会撤退 一旦有被包围的危险 乌军援兵会赶到结尾 但这座城补给没断攻势完整 还能守几天 那就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同时还有几千平民需要撤离呢 说明白了巴赫莫特再来看看顿内茨克 先通报一个好消息 昨天顿内茨克一架苏34坠落 据说是俄罗斯自己击落的 但是飞行员是确定已经死亡了的 因为导弹击中战斗机的时候 飞行员跳伞 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飞行员坠亡 俄罗斯的产品是真的靠不住啊 顿内茨克方向最近新增加了53旅 不知36旅是否换防 纽约时报里有篇文章似乎跟我观点类似 认为乌军可能在顿内茨克方向发动反击 这个地方乌军兵力虽然不是很雄厚 但攻击点最多 俄军最难形成防线 乌莱达马林卡俄军的攻击强度稍微减弱 斯瓦斯克里米亚那没有新消息 视频资料来看 乌军恢复了部分地区的进攻 空军这两天在该地区异常活跃 然后是克里米亚方向 俄国人修起了海岸防线 俄军就这点特别好 怎么忽悠别人自己不带信呢 宣传消灭乌军百万 巴赫木特困住十几万乌军 但是自己占领区 该挖战壕挖战壕 他们知道乌军兵力充足 随时可能发动克里米亚攻势 反而自己这边现在的兵力 保持巴赫木特的兵力优势都越来越难了 我不理解这么多欧美精英 怎么会老是幻想乌克兰 和一个拿人命当好才的狂徒和谈 你指望跟一个完全没有理想和长远规划 只看眼前利益的人能为了两国和平罢兵 花天下之大吉 只有消灭他的军事理论他才会停 只有让他一点胜利的希望都看不到 他才会和谈 再来看看战场以外 美利坚合众国正式确认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亿美元的西伊兰子国防支持 这是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的声明中所表述的 根据公告 额外的军事援助包括 用于海马斯系统的更多弹药 榴弹炮的额外炮弹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的弹药 驾桥坦克AVLB 清除障碍物的爆炸性弹药和设备 这些资金还将用于训练乌克兰士兵 和支援乌克兰军队 援助的装备和武器将直接来自美国国库 而不是从制造商那里购买 可以加快向武装部队的专一 俄罗斯今天就可以结束战争 但俄罗斯没有这样做 我们将与乌克兰团结一致 并将尽可能多地加强战场上的部队 以使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处于最有力的地位 布林肯强调说 好在F-16战斗机是最后的禁锢了 一旦到手啊 哪怕只有50架 乌克兰也就不用再看谁的脸色了 俄罗斯也就该撤兵了 挪威的豹子在进行最后的检修 然后运往乌克兰 波兰开始生产韩国坦克 深谋远虑的小国呀 可以说是乌克兰最坚实的依靠了 法国也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转让幻影战斗机的可能性 此外 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表示 法国教官已准备好与波克兰达成协议 在华沙为乌克兰的飞行员开展培训计划 法国目前拥有12架幻影2000C战斗机 国家杜马、国防委员 沃克托要求普京马上宣布特别军事行动 变为全面战争 他认为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只要炸掉他们的通讯和西方援助 马上就能搞定 简直是无脑到了极点 你以为普京不想宣战? 总动员? 问问他的那帮高层同事们 你以为他不想炸西方援助? 他不知道在哪儿啊 但他炸不到啊 泽连斯基总统在3月2日的晚间讲话中说 截至今天 我们的捍卫者中超过4万人 凭借勇敢和有效性 获得了国家奖励 这4万人是乌克兰最大的财富 4万名老兵啊 一年的血战 锤炼出的4万精锐老兵 与此同时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收入再度大减 2月并没有缓解俄罗斯的预算 他以创纪录的25年赤字开始了这一年 月底 财政部得到了5210亿卢布的石油和天然气税收 但比2022年2月减少了46% 好日子在后头 越制裁越有钱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称 莫斯科是对乌克兰的战争受害者 会场爆发出笑声 而不是掌声 小丑终究是小丑 尚不得台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